近来全球许多国家都寄出禁令 民众没事不得任意出门 很多老年人或身体不好的人待在家 没办法出门采买 就连吃饭都是大问题 英格兰布里德波特 33岁妈妈Sophie Miss 愿帮忙 每天做80份餐点 帮助社区里的弱势群体 她的善行感动了很多人 Tilda Sophie在学校工作 学校停课后她开始居家办公 她加入社区的脸书群组 其中一位邻居表示 一户人家没有食物 询问有没有人能提供一顿饭给他们 Sophie决定帮忙 邻居们捐出食材 吹具 Sophie负责做料理 她的教夫帮忙包装 还有一些志工通过社群网络统计 自己需要食物的人的讯息 将Sophie做好的食物送过去 Sophie表示 我以前曾在餐厅工作 一直对做料理很感兴趣 我还会做素食 能给有特别需要的人准备合适的餐点 能帮助这么多人我感觉非常开心 我们分工合作 感觉很不可思议 Sophie家的厨房不大 她只能把车库改造成厨藏室 将邻居们送来的食材放在那里 一次做八十份料理并不容易 要用到好几个炖锅 还要用上烤箱等等 Sophie表示 幸好她的四个小孩都很懂事 能自己学习玩耍 她这才能抽出时间来做料理 Sophie的善行感动了很多人 但她要在家里围那么多人做料理 必须要向官部门的工作人员过去检查卫生情况 颁发食物安全处理证书才行 现在处于特别时期 工作人员没办法到她家检查 Sophie向当局说明情况 工作人员通过线上方式检查她做料理的环境 认为符合要求 所以在食品卫生方面不用担忧 虽然现在大家的心情都非常低落 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好心人 让我们看到希望 Sophie和跟她一起帮助民众的志工们 就是黑暗中的光阿Q的 延伸阅读 来源网络资料